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第八号台风马利亚,国际命名,Maria,已转为强烈台风,今明,8日、9日,对台湾尚无影响,中央气象局最快下周已发布海上台风惊爆。 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,马利亚有双眼强结构,下周二、十日,开始变天,下周三、十一日,距离最接近台湾吴德荣在三里准气象,老大谢天机专栏指出,周六、日、八日、九日,天气偏热,中午前后要注意防晒、防中暑,下周一、九日,天气晴朗炎热, 午后山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,下周二、十日,下半天起东北部,北部水气增多转为有阵雨的天气,下周三、十一日,受马利亚环流影响,下周四、十二日,马利亚远离,天气变化的程度与马利亚的相对距离有关,有不确定性,上代进一步观察。 他说,根据六日晚间二十三十三十五分的微波频道卫星云图显示,马利亚有双眼强结构,所以会有外眼强置换内眼强的过程,所以红外线卫星云图所呈现的台风眼,时而清晰,时而模糊,但其实强度变化并不大, 吴德荣预估,未来五天的预测路径,马利亚先向西北再转西北西,下周三、十一日,距离台湾最近,且最新预测路径以往难修,更接近陆地,威胁程度加大,尤其当马利亚在台湾附近时仍有强台或中台上线的强度。 吴德荣认为,未来要持续观察,若实际的太平洋高压模式比模拟强,则台风将更偏向预测路径之难,偏越多则越严重,目前距离还很远,不确定性较大,周日、八日,起了预测资料,用来判断威胁程度,才会比较清楚。